字幕志明 李宗盛 作曲名 李宗盛 《不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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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帝影姐妹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是Peter Marie体系 Simon配下的组员 我叫陳永祥 Dicky 我们是Peter Marie的体系 Simon和配下的组员 我的名字叫 陈永强Dicky 我叫余淑欣Amanda 我叫余淑英Amanda 今年11月 是我们结婚21周年 今年11月份的时候 我们结婚21周年 入营之前 我们夫妻的关系相敬与兵 在入营之前 我们的关系相敬如兵 当意见有分歧的时候 我们就相敬与兵 当意见有分歧的时候 我们就相敬如兵 因为我们两个经历了很多的艰难 因为我们两个人经历了很多的艰难 在2001年 我的儿子出生 在2001年我们的儿子出生 我儿子得1.25kg 我当时我的儿子才1.25kg 也都因为早产 也因为早产 我就担心我儿子健康的问题 我担心我儿子健康的问题 我就患上产后抑郁症 我就患上产后忧郁症 最严重的时候 最严重的时候 我曾经想了解自己的生命 我曾经想了解我自己的生命 因为这样 我不想影响她情绪 和她的治疗 因为这样我不想影响 我们的情绪和治疗 我当时选择了 报喜不报忧的方式 和老婆沟通 我当时就选择了 报喜不报忧的方式 跟我的太太沟通 在2009年金融风暴后 在2009年金融风暴之后 我决定结束我当时经营的公司 我当时结束了我当时经营的公司 结束公司第二天 在结束公司第二天 我已经在码头做搬运 日生的工作 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在码头 做搬运的工作 每天的心情很难受 每天的心情非常难受 很自责 也都觉得很委屈和愤怒 但又不可以告诉老婆听 经营了她的情绪 但是我又不能告诉我的太太 我当时的情绪 老婆跟我说 方便照顾个儿子 叫我睡厅 叫我睡在客厅 孩子和他睡 儿子跟太太一起睡 慢慢我觉得 好像被隔离被孤立 慢慢我就觉得被隔离被孤立 但是想到这样 如果是对老婆好 和儿子好 但我想着 如果这样子对老婆和儿子好的话 我无所谓 我无所谓 直到儿子十岁 直到儿子十岁 我觉得不可以再这样 和妈妈睡 我觉得儿子不能再这样 跟妈妈睡 所以我们在一次 很大的争论之下 解决了这件事 所以我们在一次 很大的争论里面 解决了这件事情 之后我们的日子 在之后我们的日子 都尽量避免 吵架 摩擦 都尽量去避免吵架 摩擦 但是总是避免不了 一些口舌的意见 但是还是免不了 有些的口舌 因为我的性格 我不懂表达自己 因为我的性格 我不会表达自己 所有东西都埋藏在我心里面 很多的事情 就埋在我的心底 但我内心又常埋怨 我老公 但是我内心深处 常常埋怨我的老公 我又怕被他骂 我也怕他被骂 我讨厌我老公经常对我合眠 我讨厌我的老公常常黑脸 所以我们两个 就是一个一对熟悉的陌生人 好像我们两个人像熟悉的陌生人一样 就过着一些同屋共住的生活 过着一些同屋共住的生活 直到2015年 直到2015年 来到611被牧养 来到611被牧养 夫妻的关系就开始改变 夫妻的关系开始被改变 在这四天三夜的营会里面 在这四天三夜的营会里面 我们都被圣灵大大的光照 我们被圣灵大大的光照 要用一个维和谦卑的心 要用一个柔和谦卑的心 能听的耳 要很认真地去跟导师的教导 要很认真地去跟老师的教导 圣灵更大大光照我的内心 圣灵也大大的光照我的内心 将我封闭在十几年 将我封闭了十几年内心深处 每个家的角落我都睡过 但是自己的床就不能睡 就是我在家里面 每个角落我都睡过 但是我家里的床 我却没有睡过 真的觉得很孤单的感觉 过去家里经济困难 过去家里的经济比较困难 是因为我瞒着老婆 因为我瞒着老婆 还钱给以前的供应商 还钱给以前的供应商 还帮助我的好朋友 还帮助我的好朋友 我以为这样对老婆是好的 我觉得瞒着她是对太太好 但原来是伤害了她 原来这是伤害了她 她觉得我骗她 她觉得我瞒她 欺骗她 在营会 组长慢慢引导我 将里面的感觉说出来 在营会 在组长的引导下 我慢慢地把我的感觉讲出来 终于我真的将 我收藏在心里面的 那种真实的感觉 完全释放 最终我将我收藏在 我内心深处的那种感觉 释放出来 当老婆还跟我说 当时老太太跟我说 这么多年来她觉得 这么多年来她觉得 被我骗了 被我骗了 她很难过 她很难过 她想过跟我离婚 她想过跟我离婚 当时圣灵大大的充满我 当时圣灵大大的充满我 我觉得很难受 很难过 我觉得很难受 很难过 因为我真的知道 我错了 因为我真的知道错了 圣灵给我反省到 圣灵给我反省到 原来我们夫妻间 一直都很爱对方 原来我们夫妻之间 彼此都很爱对方 只是因为 只是沟通闭塞了 只是沟通必塞 爱惜对方的心思意念 没有办法令到对方明白 爱护对方的心思音 也没有办法让对方能够知道 这样盲目互相伤害了对方十几年 这样麻木相互伤害对方十几年 当老公这样跟我表达 当我老公这样跟我表达 这些感觉我完全接收到 她的感觉我完全接收到 圣灵就让我感受到那份感觉 圣灵让我感受到那份感觉 我就不停哭 我就不断地哭 不断地哭 我跟老公说 老公我不会再令到你孤单 老公我不会再令到你孤单 一定不会 一定不会 我不再容许你有感觉孤单 我不再容许你有孤单的感觉 那份的感动画面 这份感动的画面 到现在我都清楚记得 到现在我都清楚地记得 感谢主 感谢主 让我透过夫妻营 让我透过夫妻营 学习谦卑聆听 学习谦卑聆听 接感觉 接感觉 听老公以费罪的心向我认错 听老公悔改的心向我认罪 我终于见到我的老公 我终于见到我的老公 破碎自己 破碎自己 从山洞走出来 从山洞走出来 并按照营会的安排 并按照营会的安排 她过了几天 去过了几天 我们忘记了那份的温馨浪漫时光 我们忘记了那份温馨浪漫时刻 让我和老公可以重新立约 让我跟老公重新可以立约 整个人都变得轻散开心 整个人就变得轻松开心 按照教导 我竟然学会跳舞 按照教导 我竟然学会了跳舞 这个突破真的很厉害 这个突破真的很厉害 我四十几年 我真的没有想过 我四十多年从来没有想过 我这样可以跳舞 我可以这样跳舞 太太还跳得很开心兴奋 太太很开心很兴奋 神真的很厉害 神真的很厉害 感谢主 让我们夫妻复和 让我们夫妻复和 给回我们恋爱的感觉 现在我还会继续用 在营会学到的 爱妻真言 爱妻真言 大丈夫秘诀 努力牧养太太 努力的牧养太太 令太太快乐 令太太快乐 引导太太对我好 努力的牧养太太 对我好 感谢赢贵的同工 愿意才为牛总赞 都关于阿爸天父 感谢营会的所有同工 将一切的荣耀送赞会 给天上的阿爸父 谢谢大家